好这个诈骗的手法是日新月易有千变万化 民众稍有不慎很可能成为诈团宅杀的肥羊 凤林警分局为了避免大众受骗上当 全体总动员不论小道社区部落文化大道县级活动 凤林警分局可说是无意不语 拿着反诈试诈的字卡或是大声工来宣导提升大众辩识诈骗手段 进而达到反诈骗的目的 在活动主持人的邀请下凤林警分局侦察队员及辖区远警 分别拿着字卡伸杯大声工与管班上台 没有华丽热闹的表演 有的是确实好用的反诈试诈宣导 台下乡亲民众出乎意外的热烈反馈 互动热络 我们的子女的声音 别人的声音我们就得感觉 别的感觉 我们是有怀疑的话 几号几号 165 165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听到刚才我们漂亮姐姐跟我们说 如果她有怀疑的时候 她会找我们警察或者打165专线 记得165专线反诈骗专线 而且最简单的概念 只要有人跟你说 请你到ATM 请你到邮局做什么操控 那个就是诈骗 大家想一下赚钱不容易啊 如果你今天社税便便把钱汇给人家 就要心理准备 再也拿不回来了 所以千万记得 只要有人跟你提到任何东西 需要你的账本 需要你的信用卡 需要你到ATM 需要你到邮局 到农会去做汇款 都一定是假的 诈骗手法日行月异 受骗上当的人大有人在 凤林警分局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 全体总动员 小道社区部落活动 大到县级的大型年节庆典 警方反诈试诈的宣导工作 可说是无意不语 字卡 红布条或大声工等 给息全都用来宣导 提升大众辨试诈骗的手段 进而达到反诈骗的目标 当他打电话给你 故意不说他是谁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就是诈骗 而且不管他跟你讲什么 你回了什么 他都会说对 我就是小明 我就是小花 众人一定觉得就是诈骗 凤林警分局也特别呼吁民众 避免成为诈团煮上肉的最好方法 就是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遇到诈骗 千万要保持冷静 小心查证 并且立即报警或拨打 165反诈骗专线处理 防犯诈骗 守住自己的财富安全 记者是玉兰凤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